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桑普论证的节目, 今天背景有些不同, 为何呢?因为我落了台南, 宿一宵,明天就会回台北, 为何会有和很多朋友见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新的背景, 当然是我在酒店的房间, 但无论怎样都好, 今日很多的新闻都几juicy, 一个就是教协的问题, 封杀教协, 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讲教支联, 即是说有看到教协, 支联会和民主党, 基本上是三为一体的司徒华士党, 你知道一个完全反对港独, 完全大中华, 完全泛民, 完全温和的一个教师公会, 那么多年来都是在香港暗立不到的了, 也要多谢司徒华先生, 当年创立这个教协的组织, 有自己的超市, 有自己的心态, 有自己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 有严密的组织, 有防止侵托的机制, 这个当然有组织的一些所谓的行为, 一定是会被这个共产党钉上的, 那么大家知道, 之前我们分析过, 有两个很重要的组织被打压, 一个民阵, 一个支联会, 大家明白到支联会就是纪念六四, 这个就是说他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现在未逮捕他, 但基本上是磨刀霍霍,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民阵, 就说他基本上每年七一一日都不搞, 就先不处理着, 现在就玩教协, 因为教协牵涉到的人, 固定的教师人数是相当多的, 这个批斗的号角是谁吹响先呢, 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就是这个昨天7月30号, 法文炮轮教协, 指教协线暴倒乱, 属于需要铲除的毒楼, 这些讲到最后就跟文革述书一样, 类似毛泽东就说这个三家村 是一棵毒草一样, 毒草都是一棵草, 这是一个楼, 即是更坏过一棵草, 是一个毒楼来的, 这些这样的字眼就是说, 完全是中共那种文革式那种 死不悔改永远不变的一种批斗性格, 善暴倒乱, 他甚至在今日下午, 教育局宣布全面, 香港教育局宣布, 即是杨远雄为首, 蔡惠莲为副首的教育局宣布, 全面终止和教协的合作关係, 包括不再承认教协的教师培训, 不再处理教协转介个案等等, 教育局指教协不单是积极参与民阵和支联会, 也曾经推动教师罢货, 即是说民阵支联会想打击, 但未殲滅之势, 就将旁边这些负益, 参与民阵支联会的这些人, 先予以打击, 亦曾推动教师罢货, 就是讲教协, 说将政治渗入校园, 本质上与政治团体无意, 即是很奇怪, 即是说当年一些主张, 是与公民的社会有关, 当年都不是一个政党, 也都不打算以教协的身份来从政, 你只不过是公会, 希望顶多拿到教育界的功能阻别, 就是一个这样的席位, 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你都要对付它, 因为你看准的不是立法会议员这个席位, 这个是鸡立来的, 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组织, 一个拥有了九万五千名会员的教师组织, 这个就很令人惊, 即是这一点是相当令人觉得, 哇这样, 教协当然对这个决定是失望的, 因为教协是有九万五千名会员的教师组织, 它有广泛的代表性, 教局处理转介的个案是相当多, 但问题就是说教局现在拒绝, 并没有顾及到教师的福祉, 而对于党媒的评论, 教协回应就声称, 促进教育专业发展和维护教师权益的组织, 就是教协的本心, 而一向关心教育和教师的福祉, 重视学生安全, 没有煽动到学生示威, 这个是事实, 你看叶建源怎么煽动学生示威, 他是个泛民大中华交道爆的一个人, 又指教协创会以来, 创会以来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 你看司徒华知道, 这个是真的, 反对港独, 讲到最后如果将政治带入校园, 顶多就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 还有反对港独, 这些说法听到很多年轻人眼中, 眼睛睛睛讲什么, 这班老师老乡和中乡, 这班所谓死不悔改的泛民人士, 那你为何会还继续讲这些东西呢, 但是即使教协在司徒华的主导之下, 后来去张文光, 去到叶建源, 基本上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 反对港独就是教协的初心, 好, 这一样东西都不行, 如果将政治带入校园, 就是这个最大的政治, 都不行, 很荒谬, 你可以国旗法国歌法, 国安法带入校园, 全部要教, 国家安全教育, 历史教育, 现在要公社教育, 就是人民公社, 公民及社会科学教育, 就不要这个所谓的通识教育, 你就可以, 政府就可以, 党就可以, 中联版、港澳版、港共, 教育局全部都可以做, 但是偏偏一个教协, 想是讲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 反对港独就不行, 有没有搞错呢, 教协并会继续和会员和社会各界沟通, 组教育专业工作, 教育局声明就指, 教协自称是教育专业团体, 因此过去数十年, 令教协与其他教育专业团体, 就教育事宜作出协调的, 但是教育局说, 近年教协本质上和政治团体无意, 这件事本身, 已经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支持反对23条, 支持双普选, 支持教师权益, 支持他们有一个充分的自由去教授, 反对这个杀孝, 以前是这样的, 甚至支持武语教育有段时间是这样的, 这样的组织你都要打压, 有没有搞什么错, 所以我觉得, 这个根本上就是说, 可以成为一个忠诚的反对派, 而不是那些所有的垃圾, 是不是, 那么忠诚的反对派你都不要, 那我告诉你, 共产党根本上是自挖坟墓, 它都不border去统战, 香港以前那种要统战,要怀柔,要收篇,要招揽,要招安的这种想法, 已经荡然无存了, 教协被共产党打击标志着, 已经无所谓统战的空间, 只有战的空间, 就是说每一个香港的民主派组织, 无论你多温和多激进, 多大一桶, 或者多独流, 无论你标榜什么, 只要在习近平眼中, 你就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独流, 可能的危机, 你就会被打压, 这个就是正正正正正正, 就是现在我们香港面对的最大问题, 那么你会看到, 他说教协本质上和政治团体无疑, 说他的言论和行径往往与教育主义不符, 包括积极参与民阵和支联会, 也都曾经推动教师罢货, 将政治深入校园, 推动教师罢货是一个工会必定要有的权力, 这个就是集体谈判权之一, 另外就是将政治深入校园, 请问校园是否不讲国国、国旗、国安法呢, 是否不讲基本法呢, 那这些不是政治是什么呢, 所以我就说, 什么叫将政治深入校园, 就是说将你这些不想听到的政治意见, 深入校园的意思嘛, 所以我给大家知道, 教协这种讲法, 就是这个教育局这种讲法, 根本上是, 根本上就是此地无人三百两, 一个这么拙劣的解释方法, 简直是令人耻辱, 教育局说, 在社会动联事件当中, 当部分学生和教师受影响, 参与暴力和维派活动的时候, 教协并没有发挥教育专业作用, 加以教导和劝止, 反而推波助澜, 批评教协有违教育中止, 牺牲学生福祉, 人家不去教导和劝止都不得, 各位, 人也无不表忠的自由, 人只有趋言扶誓的义务, 这就是教育局讲给大家自己的信息, 即是你连沉默都不可以, 你连不加教导或劝止那些所谓的 社会运动都不得, 你一定要圈子, 一定要教导, 一定不可以推波助澜, 我告诉你, 这样的说法做什么教师, 不如你请整班党的纳粹官员来做教师, 不喜欢fit,fit不够的佛企, 佛企不够就佛抄, 佛抄不够就建家长, 建家长不够就集中营, 就很简单, 是不是这样, 教育局说有五筆不能够再视教协为教育专业团体, 并宣布全面终止和教协的工作关系, 另外今后不会和教协开任何会议, 也不会再向教协咨询教育议题的意见, 也不会处理教协专介个案, 也不承认任何以教协成员身份出任, 当局核下的咨询组织和相关教育团体的委员 或者其他纲委, 也不承认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 即是全面disqualify, DQ这个教协, 是否教协推出的候选人可否参选, 分分钟都可能被DQ, 但who cares, 没人来的了, 我不知道叶建元想否推出人出来算是他的情况, 或者教协想否推出人出来算是另一件事, 但我就告诉你, 这个分分钟就是个, 简单来说宣布为一个和你不合作的组织, 虽然今天的情况是未宣布为非法组织, 但已经宣布为一个不合作的组织, 即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发炮或先暴倒乱毒瘤, 就留了一把刀在那儿, 以后过来国安法, 然后第一步和你不合作先, 稍后我会分析一下政府策略代表了什么, 接下来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教育局就声称, 教协制作的占中的教材, 发起教师罢货罢教, 公然传播美化黑暴书籍等等, 批评教协在政治及社会动乱之下, 不但没有履行协助身身学子明辨是非守法秦规, 康抚他们行正确的道路, 说我们看到教协叫我们不要明辨是非, 邓炳强、李家超、郑若驊、林郑月娥、 梁振英在那儿不明辨是非, 颠到黑白抹杀大家, 在那儿混淆视听的时候, 就说教协和我们一众的老师在那儿不明辨是非, 不守法秦规,简直不知所谓, 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 跟着就说反而以教育团体作为包装, 实际上是推动政治倡议, 一个教协就是工会, 工会就是要政治倡议政策, 是对于教育政策有关, 何陷之有,何错之有,何荒谬之有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政治倡议是一贯的, 每一个组织都会有, 法律团体会有, 会议司团体会有, 银行业团体会有, 商贸界也会有, IT界也会有, 社工界也会有, 如果一个团体不可以做政治倡议, 那就是政治独筹了, 即你连去lobby, 你先不要讲游说, 你去讲一个叫做activist, 即你一个行动者, 你去倡议propose一些policy change, 都不行, 簡直方天下之大莫, 当局更加敦促教协会员深思, 教协是否真正能够代表自己, 一直搞分化, 跟着教育局表示, 不能够刚刚讲一系列的东西, 即有五笔的问题, 上述决定之后, 教协转介的个案, 需要改为直接联络教育局, 相关学校或团体, 以教协身份出任教育局核核组织的委员, 当局或终止其任期, 拒绝其参与有关会议, 或为此进入教育局办公大陆, 即全面去清除, 即当你教协是黑社会这样的办, 即未拉你, 未宣布非法组织, 用三合会条例, 用有组织罪案条例来拉你, 事实上就是说, 他基本上已经标签名不合作割席, 而留有一把刀就是善暴制乱的一个毒瘤, 基本上可以随时说你是煽动跌幅国家政权, 煽动他人分野国家, 煽动资助和恐怖活动, 或者说勾结外国势力, 是的, 你软屈都可以, 屈都可以屈, 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做事手法, 至于教协提供的教师培训课程, 教育局指在今天7月31日之后, 学校不应安排教师参加, 即是跟他揽插最割席, 还要叫人不要参加, 课程时数亦不应计算在每年150小时的专业发展活动之内, 即是说要从活动上行动上完全去教协化, 使他没有影响力, 使教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使他觉得教协参加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说支援一个支援宣布制乱的组织, 跟着从金流上人流上去切断教协的一种威力, 之后最后就是孤立之后再殲灭它, 这个就是当国的手法, 我再讲一次, 你将一个人要殲灭的话, 必先要将他人流, 金流和资讯流这三流去切断, 他这样搞法就是说, 使你无办法办课程, 他得到收入, 亦都使他无办法去做一些事, 来使自己去扩增收入, 但问题就是教协有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就是他的超市, 你去旺角或者铜锣湾的教协你看一看, 他有自己的教职员的福利社的一个组织,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很难去对付, 司徒华总已经中了这个总资在里面, 你叫他不办课程, 顶多在人流和资讯流方面有很大的切断, 但要整个将教协撲灭的话要很难, 而我告诉你, 当局和共产党想去撲灭这个教协, 其实还差很远, 其实道行真的未够高, 我就告诉大家, 政府和党是会升级的, 他不会只是在楼宇这个地方就不会变, 一定会继续做, 他不承认你的课程, 叫学校不要安排教师参加教师培训课程, 甚至有些出任一些政府的学校委员, 全部终止任期, 这件事的话可以这样讲, 是一个对教协的一种不合作运动, 煽动不合作运动, 它对人流资讯流的冲击是存在, 对金流的冲击是有限度的, 这是我的分析, 当局强调会继续和名符其实的教育专业团体通理合作, 就是讲教联, 共产党, 邓飞, 是吧, 我告诉你这些垃圾, 就全部就是说A与非A的对立, 现在不再搞, 只是讲共产党根正苗红的才承认, 你不属于共产党的一套都不再存在, 即是以前你搞一个A的组织, 共产党搞一个非A的组织来跟你对付, 以后没有这支歌仔唱的了, 因为你的A要将你宣布不合作, 我们只是推崇非A,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现在新时代, 解放香港的一种新的一个做事的方式, 这个相当可怕, 他就为香港的教育通过扶植这个承认这个教联, 就是正本清源, 期望所有教育团体都刻如其分地履行他的教育使命, 刻如其分就是要中党外国, 有已经离开教协的前职员指出, 由日常实务尘面而言, 教育局的决定对全港教师的最大影响, 是当局不再处理教协转介的个案, 即是说教协发挥不到任何可以救助他会员的角色, 使你本身的光滑弄走, 这个也相当重要, 不止人流金流资讯流, 而且你连那个所谓的压力团体的能力都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职员是匿名的, 他表示教协一直有跟进教师投诉和求助个案, 包括去信教育局或者陪同教师和局方会面, 性质包括勞资纠纷和学校管理的问题, 早前闹到很大的校嘴欺凌濫权事件都是经过教协来传出来的, 爆出来的, 政务司司准理李家超今天回应政府的提问时候, 清清不就个别组织做评论, 代表是任何组织的行为和活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任何组织活动都受到法律的规限, 包括社团条理、公司条理、公会登记等等, 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对于要撤查教协, 李家超回应有关部门如果留意到有关组织的行为和法律的话, 就会根据条例采取行动, 李家超已经在下午大约4点55分向各个传媒交代, 10分钟后5点55分的时候, 教育局就发出不承认教协的声明, 不承认不合作用这种方式才做第一关。 教协的传名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一个七三年创会, 至今已经48年, 凡受估于本港学校的教职员都可以申请成为教协的会员, 根据会员大会的特刊, 在2020年至2021年度, 教协有近9万5千个会员, 属本港最大的教师工会, 更加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 今天自首任主席司徒华, 在1985年旬教育界功能组别进入立法会之后, 这个议席一直是由教协的成员稳佔的, 直到2020年立法会民主派总辞为止。 教协分别在今年的三月和上个月即六月, 退出了民阵和支联会。 教协会长冯伟华在前日29日声称, 退出教协有份创立的支联会是因为政治环境一直变差, 是无奈的决定, 但强调教协坚持平反六四的立场是不变的, 始终是教之民系统, 教协、支联会、民主党系统是一气呵成的。 新华萨也在前日声称, 再次教协是线暴倒乱包庇独诗诗, 即是老师的诗,文章声称民阵和支联会关係错综复杂, 既然民阵和支联会都已经在劫难途, 教协也都要依法清除, 即是说教之民民主党先踢开它, 先有三个非政党组织, 就是一个叫民阵, 一个叫教协, 一个叫支联会, 这三个组织基本上都是很泛民的组织, 就是反对港独支持中华那些, 但无论怎样都好, 这个组织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受害者, 共产党的政权不断打压的时候, 我们觉得教协相当惨, 第一我会觉得教协这件事, 是对于一个工会的开刀, 开得教协都会陆续有例, 职工盟甚至无医馆的员工前线, 以及所有IT界保险界所有的一些良心组织, 分分钟都无了, 现在法政会司都已经基本上解散, Facebook已经关停了, 你看到很多一些这样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团体, 都已经逐一陷落的时候, 教协被打压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你会发觉到对教协打压的力度, 是会比稍稍是会比对于支联会, 或者这个民阵的力度轻一点, 至少对于支联会和民阵, 他们会出动到国安法去动客, 以及对于很多成员的动客要他们退场, 要他们不办,要他们制止, 一定要停止去做一些事, 支联会都不办六四,民阵都不办七一, 他们暂时先不处理这个问题, 就开始队一个其实更大实力的教协, 而队的方式就是采出一个, 目前来讲相对温和的措施, 这个温和当然不是温和, 你无讲的moderate, 是一个相对没那麽扣的措施, 他可以说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正式的国安, 违反国安法的组织, 他没这样做, 他做的方式是不承认不合作, 即是说不会承认教协的所有的事, 他在这里,如果教协代表的全部尖除, 跟着也不合作, 你有反应的我不当你是一回事, 你不是一个工会, 跟着扶植教联会取代教协, 即是他想在教育界去完成一个最大的迷梦, 因为现在你看到由教材的设计, 教科书的设计, 教学的内容, 教学的表现, 到学生的考试, 学生的公开考试成绩, 每一条链, 基本上全部在囊括很多外国教育, 外党教育, 无论是国民教育也好, 历史教育也好, 中国历史教育也好, 公民及社会公社教育也好, 或者以前的通识教育也好, 这些全部都滲了毒素在里面, 他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这个要控制, 因为教师在课堂上教东西的人, 教材是死的, 教师是生的, 教师很可能就会被这件事鼓劃, 他无法清除很多老师, 因为很多都是终身制的, 怎麽算呢? 就使你们要去抗争的时候, 你们被打压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组织去帮助你, 所以这是对全香港教师全面的打压, 你有一些劳工权益, 或者教师权益, 或者教育权益受选而投诉, 政府不理, 因为你的教协, 不再听你的讲法, 这个就是政府现在的诡计, 所以就是说, 貌似轻剔, 实际上是次到教协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只有用阴干的方式, 使教协失去了影响力, 失去了帮助别人的能力, 失去了工会存在的依据, 而不断教协收集所谓的会员, 不得要令, 要在大家有这样的情况, 用煽动入面的人去读灰, 不断分化再分化, 这就是共产党非常精密的极权政策, 去对付教协, 教协并不是一个很热爱的一个团队, 第一个我不是教师, 第二个是泛民, 第三个是大中华教,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他未必有很多政治立场跟我一样, 但连这种政治立场都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进入第三点的分析, 就是说, 无论你几本土, 无论你港不港独, 无论你自不自权, 无论你温不温和, 你激进, 很温和很激进, 很务实, 很泛民, 很大中华都好, 都没用的, 共产党就要视你为叩首, 视你为敌人, 因为你有组织, 九万五千个教师会员, 共产党就看中你, 你这样是没用的, 所以就说, 问题不在于你的政治立场, 问题在于你是不是党的组织, 你不是党的组织, 其心必意, 这个就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想法, 你看看, 以前张白昆文盟, 如何一步一步被人打, 他很配合共产党的, 打事情骂是爱, 小骂大帮忙的, 光明日报, 你看看张怡和那本书, 就是《最后的贵族》, 讲到个个人, 什么屎梁, 怎么变节, 这些故事是很清楚的, 张白昆已经是这样的了, 照样给你打, 照样给你战权,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你不是从属于共产党的组织, 你不是直接听毛泽东的指挥, 你有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主张, 当然不让你这样做, 教协就是这样的组织, 你已经爱国家, 他不觉得这是共产党的国家, 因为你不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共产党眼中, 中国就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就等于中国, 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恒等式来的, 而事实上中国人民 正在控托这个政权, 你要明白, 你说你热爱国家, 热爱民族, 你热爱什么呢? 其实我想日子一个问题是这样, 你热爱你心里面那种幻想中, 一个古老的中国, 而不是现实存在在现实的中国, 现实大部分的中国人, 是默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 不是生活在水深刻意中, 一直涂谋推翻他, 无忘再举想一剑刺死习近平, 所以我说给大家知道, 现实上的中国人, 现实上的中国和中共是等好, 只是说你喜欢以前的中国, 这个就叫香愁, Nostalgia, 这个就是幻想, 这个不是活在当下, 你爱的已经不存在了, 那你基本上就是不断幻想, 復国復国復国, 就是想这些东西咯, 但我说给大家知道, 与其復一个坏在根子里, 很多租魄的华夏文化, 不如吸收很多在英美的一些基督文明, 以及这个新教文明, 产生的宪政民主思想, 这个更加重要, 人权天赋自由, 天赋人权自由民主, 全部都是一系而来的, 这个从瑜伽道家佛家, 怎样出, 怎样看, 怎样笨鼓, 都没办法出出一个民主自由出来的, 所以我劝捆捆诸公下, 无论在育中的, 或者育外的, 全面反省, 你半辈子, 甚至接近一辈子, 你信仰的儒家, 道家, 佛家, 这套华夏文化, 儒表法女的文化, 究竟是多少糟糕, 如果你不是喜欢这些东西, 不断问自己, 爱中国, 就等于爱文化, 爱山河, 爱诗歌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爱什么, 我就对这些东西, 就是痴之以鼻, 当然你会继续爱, 日日爱, 月月爱, 年年爱, 我真的觉得, 在年轻人的一辈眼中, 或者在台湾人的眼中, 就觉得, 你是不是很少了, 当然台湾人有很多人都是大中华家, 这是另一件事, 但在新庆新信, 新进新云新瑞的地方, 都觉得相当不同, 好, 讲回教协, 教协本身是这样的组织, 都会被人打压, 换言之, 有组织, 不论主张, 不属于党, 就会被人打压, 而我会觉得更加紧要是, 越打压越严重, 不要以为共产党, 对付教协就停在这个, 不承认不合作这个位, 它会一直这样打下去, 它已经亮了剑, 就说这个, 这个, 线暴倒乱的毒瘤, 换言之, 就是颠覆组织,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 不过现在不拔枪, 说你的颠覆组织, 关停你而已, 好, 等到你, 降人流金流资讯流慢慢切断, 等到你没有影响力的时候, 就一撲而死, 就是等于, 你玩一些动物, 将那些手手脚脚剪断, 之后它就扭在那里, 不吃东西都会死, 没办法觅食, 这个情况就是说, 用虐待一种畜生的方式, 来对待教协, 这个就是以前共产党对付政敌的手法, 对付一些敌对组织的手法, 这个是极权的极致, 不要以为轻视这件事, 这件事如果做得成的话, 它对所有组织都可以这样做, 现在对支联会, 对这个所谓的民阵, 是希望做到一种使他们休克的状态, 而教协就在开始这个齿轮, 希望使教协成为一种被休克的组织, 那你看下, 情况是多严重呢?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现在的情况, 只是刚刚开始, 教协每一步一直被人打压下去, 而这件事要扩散到其他的工会, 其他的组织, 以至全香港都会这样, 你要知道, 共产党要去打压香港人, 它现在看准的, 是在于几样东西, 一就是有些人个别的所谓的本土恐怖主义, 出来做一些激烈的举动, 甚至觉得你可国哥本身, 也都是一个本土恐怖主义, 它有这样讲的, 即是它有没有人抗争, 有没有人表达不满, 它要扼着无声, 它要千篇一律的人, 即是千篇一律, 包括阳川十二勇士, 包括献花, 包括悼念, 包括是否讲, 感谢某某某为香港牺牲, 这些都不可以讲, 这些全部就是用这个方式来镇压, 这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 组织, 是对抗所有现在在香港发生的所有的, 不是共产党直系领导的组织, 在共产党这个极权统治之下, 凡是不是从属于党的组织, 没有党委建在组织上的组织, 就是不可以存在, 一旦存在, 轻质尋任之事, 重质颠覆政权, 中国大学就是这样, 陈建文教授, 以前在占中之前,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经营这个, 了解一个中国的公民社会, 当时都有些乱牙在生根的时候, 公盟的这个许智永, 是不是, 一些广州的五个女权的一个战斗者, 甚至没有维权律师团体, 刘晓波, 是不是, 陈光成, 等等的人, 你叫了出名的, 他们都不断积极地做很多件事, 这个千禧年代, 在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前期, 都有容许的空间, 一到零八年之后, 零九年左右, 步入胡锦涛的后期, 以及习近平的时代, 这个情况已经大幅度拆下去, 已经无杀, 这个地方就等于毁灭公民社会, 而这一套, 正是将中国那套搬到香港, 记住, 你如果有搞任何的组织, 任何的团体, 你终有一日, 会被共产党全面消灭, 要是你要妥协, 被党委建在组织上, 要是你就被它完全铲除, 重则被运入肉, 轻则被吊死至要流亡海外, 这就是我告诉你, 共产党会对香港下的狠手, 会几快呢? 我觉得会很快做, 未来一两三年, 就一二三四这样做下去,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虽然我这么说, 大家哭着口, 危言耸停, 但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危言耸停, 我是根据我的常识, 和对共产党的了解, 的一种分析与预测, 你看看我三年之后, 你看看我讲这些说话, 重不重呢? 会不会再有教协呢? 会不会再有支联会呢? 会不会再有民阵呢? 好了, 这一波打完之后就对政党, 政党的公司还好处理, 有很多方式去处理公司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间, 能够多多这样, 使大家了解得到, 现在这个香港遇到的问题,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未来对教协的打压, 会越来越加劲, 我希望大家坐稳, 站定, 也不是站定, 懂得走位, 不要死, 好好耕耘自己领域掌握的东西, 等运动, 随此之外, 必无他途, 希望大家保重。